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7月7號 我上個星期沒有錄影 因為我覺得我在家裡面好像都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所以我就打算把所有的內容擠到一天錄一個vlog 那我今天剛好要開箱零食 打掃家裡還要做飯 所以我現在呢先 忙好 忙完之後我就可以坐下來喝咖啡跟吃早餐 我昨天已經拖地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用再做額外什麼打掃洗衣服也都不用 等一下呢洗完完我就可以享受喝咖啡吃早餐的時光 吃完早餐我現在來開我的零食 超大一箱 今天的零食開箱 欸不是只有零食啦 就是有吃的啊 然後對算零食 這一次是在口嗨這個網站買的 好像是新的一個網站 定期補貨 欸還附一個口罩欸 我很喜歡吃草莓口味的這個乖乖 因為我們剛好這個週 下星期一 我們要去一個一個地方叫做Finger Lake 要住三個晚上 然後剛好我想說那就多買一些零食好了 因為我們開到那邊大概要四個多小時吧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多訂一些吃的零食可以在車上的時候吃 我們會有六個人一起去 所以想說會不會大家在車上無聊的時候可能就會想吃點東西 所以就多訂了非常多零食 張君雅這個是老假愛吃的 這個是我姐跟我講說蠻好吃的 就是如果你有在健身 它有點像是在減脂的時候可以吃的零食 因為它不會過胖 銅鑼燒這個好適合在車上吃喔張君雅 哇好多零食喔 好跟大家講 我很愛吃那個小老闆的海苔 東櫻公口味的海苔 我覺得它的味道非常濃厚很好吃 從不然都有點捨不得帶到車上吃 還有一個東櫻公的泡麵 這個是最便宜的泡麵 我還蠻愛吃的 它有兩種 一個是好像一個是濃郁版的 一個是就普通版的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差不多 還有濃湯 我很愛喝湯 所以我們家裡面都會有這種各式各樣的湯 吃泡麵的時候 有時候我吃新拉麵阿 我就不會煮麵 我就是只是煮湯 然後丟一些蛋阿 凍豆腐阿 那一模一 一模 一美小泡麩 這個是檸檬口味 我本來是想買草莓 結果草莓沒有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個拉麵 小泡麵 東京拉麵 它這個是辣味的 我沒有吃過 我知道原味的 就是有點像科學麵 拿去泡的那個味道 這個就這樣子小小一小塊 這樣子 你可以泡 就是直接加熱水進去 它就是一個 有鹹味的一個小泡麵 可是它沒有什麼任何其他的料 所以就蠻無聊的 我就只是想吃飽而已 終於 我最近超級愛買 跟超級愛吃海底撈的這一類的調味包 這個是酸菜魚 這個我已經吃了兩次了 這是買第三次 超級好吃 這個是麻辣湯 麻辣香鍋 我還有買一個他們的 因為我已經吃完了 就是麻辣的 然後湯底 哇 超香超好吃 欸這這麼大一包 這是想說可以當早餐 黑糖手絲麵包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小包的辛拉麵 辛拉麵 光耀雞 這個是紫學餅 通常的學餅不就是白色的嗎 然後我那天看到 哇紫學餅也好酷 我不知道是用什麼做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包看看 買了鳳梨酥 我覺得這邊有一大半的零食 應該是要帶到車上去吃的 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東櫻公口味 它是另外一種 吃起來的口感比較 再更脆一點點 啊這個 燕麥嗎 裡面是包芝麻 這個老假說很好吃 我沒有吃過 所以就 選了一包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那很辣的泡麵的醬 我本來看到我就跟老假講說 蛤要買嗎 可是這真的很辣 不知道我要放在什麼東西裡面吃 他們也有賣美妝產品 所以我就有面膜啊 但是因為我最近臉過敏 所以我都要挑那種比較 比較日式 就是日式的面膜 然後我最近也都是買 日本的卸妝棉啊 跟日本的卸妝產品 如果你有想要買這些零食 比較居家的用品的話 你也可以在口海上面買 如果你有興趣要買的話 可以用我的折扣買 買50-5塊 那所有的資訊都會在底下的資訊欄裡面 可以去點擊 好我現在開箱完了 所以我要把這些零食先收起來 我要挑一些在車上可以吃的東西 OK好我們剛剛就是隨便 欸我還沒有吃東西啦 所以我打算先整理家裡 然後我剛剛去拿了包裹 呃...氣炸過的包裹 然後我有拍開箱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個影片 噔噔 好反正晚餐我就是要用它來做吃的 但是呢我們家現在有一點爆炸亂 所以我要來整理一下 你看我反正早上說我不太需要整理家裡 可是欸莫名其妙 走一走 晃一晃 坐一坐 家裡怎麼就會又變亂了 然後現在瞬間垃圾很多 OK現在是我的吃飯時間 剛剛就是用氣炸鍋炸了薯條 呃炸了雞塊 嗯好好吃 這雞塊這樣烤真的好好吃喔 我們最近啊家裡都是買這種氣泡水 我們上次是什麼味道欸 反正這個味道也蠻好喝的 他說是什麼葡萄柚 雖然說沒有什麼葡萄柚的味道 這個牌子的還可以 你幹嘛幹嘛不行不行 no 幹嘛 冷凍的要考慮 啊 唉唷幹嘛 好啦我已經吃完了OK 沒有東西了 你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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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熱已經空了 你要幹嘛 你東西吃就走了 趁熱已經空了 你要幹嘛 你東西吃就走了 你在後面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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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後面跳 幹嘛啦 你幹嘛啦 我們下來不要出去玩 然後 買了那個 可能會釣魚 所以就先買了一組釣魚乾 然後今天收到了 你幹嘛啦 你走開 走開啦 然後我們剛剛就打開來看看就是有沒有壞掉 先研究一下怎麼用 好啦我要去洗澡了 覺得最近太熱了 我覺得我的頭都一直 冒 臭味 就是油味 每天洗頭都沒用耶 你不要弄它啊 明顯都已經嚇到躲到這裡了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不要弄它 等一下他把你的酒弄倒了 縮起來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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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被哥哥嚇了 嗯 好啦 那我要去準備洗澡 把我這個 油油臭臭的頭被洗掉 好啦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